俄国防部5号表示 俄方使用高精度远程空射导弹 摧毁了乌克兰基辅郊区 一些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 坦克等武器 同一天 俄红星电视台报道说 95%俄战略火箭军部队 处于完全战备状态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柯纳申科夫表示 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空射导弹 发动袭击 摧毁了基辅郊区停放的一些 T-72坦克和装甲车 均为东欧国家向乌方提供 科纳申科夫说 俄罗斯防空系统 在奥德萨地区 击落了乌军一架装载油武器 和军事装备的安-26运输机 俄国防部当天 还公布了口径达203毫米的 马尔卡自行火炮的视频画面 称这些火炮摧毁了乌军的哨所 和射击阵地 另据俄国防部下属的 红星电视台5号报道 俄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说 95%的俄战略火箭军部队 处于完全战备状态 该部队正在继续重新装备 可携带高超声速弹头的 先锋导弹系统 此外 今年已装备了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的 乌主尔导弹兵团 也将开始进入战备值班 从 Zoom中 评问 叾佑